我是污水工程的授課教師黃主賢 這門課污水工程呢 是開在環境工程系大山下學期 每個禮拜上課三個小時 是屬於本系的必修課程 這門課程大綱大概分成這幾項 首先呢一個禮拜有關課程的簡介 包括目的啊 授課內容 還有進度啊及評分方式啊 充分的讓學生了解 接著呢就針對下水道系統概論 下水道系統規劃設計及施工 抽水站工程 水污染之水質特性指標 水體製進特性於污染防治 接著污水處理概述 物理處理單元介紹 還有化學處理單元 生物處理單元及污泥處理與處置啊 就是總共分成十個單元啊做說明啊 希望學生呢在整個學習過程啊 能對污水工程裡面涵蓋的啊 也包括廣義的包括雨水污水啊 他們的收集系統 這個雨污水量怎麼推估啊 那有關收集系統呢 就有些管渠設計啊 跟施工 那在污水的收集過程裡面啊 可能也有用到一些抽水站啊 在水壓不足的時候啊 就是沒有足夠的水頭 就需要用到抽水站 那這個污水工程的處理技術之前 也更讓同學呢 能了解水污染的水質指標啊 這裡面可能包括一些物理性啊 化學性啊 生物性的指標 還有這個一般的河川啊 一般的這些所謂的承受水體啊 它都有一定的程度的制徑能力啊 只要污染物啊 污染量呢 不超過一定的值 這河川呢 它可以充分的把水乾淨 當然在污水跟工業廢水 大量的排出的話 如果不做醜山的污水處理 當然這河川大概就無法啊 有足夠的制徑能力啊 那大概在春假以後啊 就會針對污水處理技術啊 做介紹啊 包括整場的所謂的污水處理廠的概述啊 那還有物理處理單元啊 化學處理單元啊 生物處理單元啊 還有最後 不管是化學單元或樹木單元 可能會產生一些所謂的化學或生物污泥呢 還要再進一步的做一些污泥處理跟處置啊 所以整個學期大概約 大概將近20個禮拜啊 希望讓同學呢 能對這個污水工程 從源頭的這個雨水 污水量的收集管渠的設計 那喉山水解制徑能力 制徑作用 那包括那個過量的污染物呢 當然要經過妥善的這些 所謂物理啊 化學啊生物單元的這些處理啊 那一般呢 大概從這個課程裡面 你可以學習到啊 有哪些對水處理技術 及在規劃設計的時候 你可能要怎麼樣組合一個完整的一個處理流程啊 都能希望在這門課充分的介紹 那也希望同學呢 將來在工作的時候 能學以自用啊 能發揮在學校所學習的這個效果啊 在實際上充分的展現 那這門課呢 使用的教科書就是 黃志銘老師編著的污水工程啊 那參考書呢 可以參考國外 一個MICAP EDI的顧問公司所 編寫的廢水工程學啊 那教學的方式呢 大家主要是課堂講解 講解裡面除了學禮介紹以外 還包括一些計算的 推導的這些實力的說明啊 那成績的平洋部分 大概分成平時30%啊 其中考試占30% 其中考試的比重比較重啊 占40% 那這門課如果你學完以後 後面想再更學習更多的 有些廢水水技術呢 還可以再繼續修工業廢水處理 我想大家對這門課呢 做一個簡單的這種說明 謝謝各位 好 好 有些人 有些人 可以 有些人 是 有些人